眼前对骂的双方 原本素不相识 却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孩子 凑到一起 陈小辉说自己与妻子一年多未见 但是自己名下却多了一个孩子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陈小辉今年33岁 为了维持生计 他一直在厦门打工 直到前不久他接到寄生办的电话 告诉他自己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 需要他提供一些证明 这让他疑惑不解 自己的名下怎么会莫名其妙多一个儿子呢 这个孩子又是谁的呢 妻子的解释是 别人借了自己的身份证生了孩子 这个解释 陈小辉说什么也不相信 他觉得这肯定是妻子背着他 和其他男人生了孩子找的借口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我们跟随陈小辉来到了妻子彭倩怡的娘家 但是此时他却不在家 岳母只说自己不知道女儿去哪里了 也没给自己打过电话 不论记者问什么 岳母都一问三不知 而岳父也逼中就轻 说女儿的事情和自己无关 那么彭倩怡又去哪里了呢 陈小辉想起了自己在资料信息上 还看到了一个张涛的信息 他会不会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呢 顺着资料上的地址 我们找到了张涛的家 来到张涛家中 我们发现了很多婴儿用品 面对记者的询问 张涛的母亲却再三逃避 只说了家中的孙子刚出生一个月 这已与资料上登记的信息相吻合 当我们拿出了彭倩怡的照片给她看时 她却说自己并不认识这个女的 她又是否在隐瞒呢 陈小辉不愿放弃 她不停追问事情的真相 而张家父亲直接承认了 彭倩怡就是自己的儿媳妇 表说两人已经在一起一年多了 这让陈小辉无比愤怒 自己的合法妻子 怎么就变成了别人家的儿媳妇了呢 张家父亲说 彭倩怡曾经上诉了离婚 就是因为陈小辉一直不签字 事情才耽搁了下来 在张家父母眼里 彭倩怡已经离婚了 所以和自己儿子在一起是合法的事情 双方因为这件事情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情绪上头的两个人直接动气手来 那么彭倩怡又是怎么想的呢 陈小辉拨通了彭倩怡的电话 彭倩怡直接说自己不认识张涛 自己也没有多生一个孩子 要他的话就直接离婚 面对如铁的事实 妻子却依旧狡辩 还指责自己不顾家 这让陈小辉十分气愤 但是已至此 彭倩怡又会出面与陈小辉把事情解决清楚吗 等到了双方约定的时间 彭倩怡却迟迟迟迟没有出现 再次拨打了他的电话 却是一个自称是出租车司机的男人接的电话 并说彭倩怡将手机落在了出租车上 但是陈小辉却并不相信 这应该是违法的吧 就是 回内跟别人 经过咨询 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说 婚内生下别人的孩子 涉嫌重婚罪 属于自诉案件 建议陈小辉去法院起诉彭倩怡 走法律程序解决 但是陈小辉却还是希望妻子能够回家 不愿意对簿公堂 陈小辉的母亲说 彭倩怡嫁进来之后 在陈家住的时间也不到半年 自己也没有让她做过家务 只需要带好孩子就行了 家里面彭倩怡的东西也很少 她怀疑彭倩怡的离开是早有预谋 为了了解彭倩怡的想法 记者再一次联系了彭倩怡 彭倩怡同意了当面沟通 一见面 陈小辉难掩气愤 她指责妻子不顾自己在外赚钱的辛苦 居然还背着自己和别人谈恋爱 完全是践踏了自己的一片真心 而彭倩怡却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没有一点愧疚的感觉 只说自己现在要理就理 彭倩怡又为什么会是这个态度呢 这时候彭家哥哥说 自己妹妹结婚后就基本上在娘家度过 陈小辉也很少回家 妹妹过得像离异一样 作为丈夫陈小辉是不合格的 彭倩怡说自己之所以会跟别人在一起 都是因为丈夫已经不在乎自己了 就连孩子都很少来看 两个人甚至一年没讲过话 即便是自己提出要解决这件事 但是陈小辉一直拖着 自己实在不能忍受这种无碍婚姻了 陈小辉的解释则是 自己工作繁忙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和妻子沟通 但是还是希望妻子看在五岁儿子的份上 能够跟她回家 但是彭倩怡却十分抗拒 她坚持要离婚 多番挽留无果 陈小辉则表示 彭倩怡如果要离婚 那就走法律程序 并且赔偿自己十万精神损失费 那这段婚姻到底何去何从呢 彭倩怡说 自己和张涛是在工厂认识的 未婚的张涛对她百般体贴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意外怀孕后 医生说彭倩怡的身体不能引产了 所以她才会选择瞒着丈夫将孩子生了下来 她也承认自己不干没离婚 就和别人生了孩子 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离婚是最好的选择 陈小辉的观念则不同 她认为作为一个男人 赚钱养家是首要的 所以和妻子沟通的时间就渐渐少了 只是没想到却导致了两人的感情变质 为了尽快解决这件事情 陈小辉找到了村美会工作人员帮助协调 陈小辉说两人离婚后 儿子给自己抚养 但是要求彭倩怡每个月给800元抚养费 但彭倩怡却表示自己只能给500 还未正式进入调节 两人就因为抚养费不欢而散 陈小辉表示自己将会拿去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夫妻一场 两个人都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 陈小辉只顾着赚钱忽略了关爱妻子 而彭倩怡只顾着索取未曾想过丈夫的辛苦 走到这一步 两个人都有责任 出现问题更应该积极面对 而不是逃避